我想今天呢 我们按照议事规则 那很明确的 赵伟定了这样子一个会议的议程跟时间 那我想 我们执政党的委员一直在质疑说 并没有所谓的开会结束时间 没有明示出来 我想这个整个议事的一个安排 最重要的是在于 非和家园推动法 还有呢 国民党成熟会委员所提出来的 能源安全及非和家园推动法 这两个立场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们是希望呢 能够在今天的会议里面 充分的讨论 那讨论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尊重各位委员 我们可以是讨论的情况 我们来决定等一下 或者是下午 或者是晚上 大家都充分讨论完之后 由赵伟来决定 我们会议截止的时间 我想这个其实第一个 没有违反议事规则 第二个 我想这个是充分的尊重 所有不同立场 不同党派的委员 希望能够好好的讨论 共同来推动非和家园 这个全国蜀目的一个议题 在以上 那第二个再澄清 我们这个国民党的版本 还有呢 其他 刚刚有人说 民进党有去党 其实从头到尾 民进党都没有去党 是台联在党 那所以以上做一个 说明跟澄清 谢谢